2266集 听到林语这话 原本冷笑着的拓沙 沙时间沉默了下来 也连数十秒都没有再说话 似乎被林语这番话戳中了心事 林语见状 神色再次微微一变 眼中闪过的一丝狐疑 不过见拓沙没有说话 他便知道 一定是被自己猜中了 他继续说道 你凭着一个华夏人 却跑到外面 与外部势力勾结 与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为敌 你的家人朋友知道后 还有脸做人吗 兔崽子 哪来那么多废话 原本拓沙 似乎被林语这番话给激怒了 怒吼一声 接着狠狠一拳 砸着地上的林语 林语双眼一眯 接着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跃了起来 快速地翻身一窜 将拓沙这一拳躲过去 刚才 故意跟拓沙交谈拖延时间 是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他体力已经恢复了几分 而且通过不断地对自己心理暗示 发现自己身上的疼痛减轻了许多 只是四肢仍旧感觉到疲乏 臭死 身影高大的拓沙怒吼一声 再次架杂着雷霆万军之力 朝着林语攻了上来 林语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他急忙侧身躲闪 没有与拓沙直接的接触 一边闪避 一边紧促着眉头 思想着对策 现在的他虽然识破了拓沙的伎俩 但还是彻底陷入到被动当中 纵然知道眼前这一切都是幻象 但是他却分不清楚 到底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而且 即使拓沙有一些攻击是假的 他的身体还是未等大脑指令 便会条件反撤地做出躲避 白白耗费体力 这么下去 到头来 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 所以 他想要活下来 就必须得先破掉拓沙这个鱼龙蔓延 相传想要破掉鱼龙蔓延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袭击制造幻象的人 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点 难度非常大 因为幻象中大部分都是假的 就连出现的人物也都是假的 施展鱼龙蔓延的人 也知道自己一旦受到了攻击 幻象就会破灭 所以设置幻象的初始 他们自然也会为自己设置遮掩 在这个幻象当中 他们有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也有可能是一只动物 甚至是一块石头一棵树 而且这个期间 他们可以随意地变换自己的伪装 让敌人无法找到他们的本体 所以如果林雨想破解这鱼龙蔓延 那就必须得找到拓杀的本体 并且一击击中 不给拓杀任何移动本体的机会 而她的眼前 这具巨大的拓杀身躯 不过是拓杀制造出的幻象罢了 单论体积 这具身躯足足四五个拓杀大小 就算拓杀本体 在这具巨大的身躯当中 林雨一时间 判断不出拓杀的本体藏在哪 而眼前拓杀 也显得分外焦躁不安 她似乎想要迅速地解决掉林雨 拗动着巨大的身躯 直冲林雨 出招越发的急促 毕竟林雨已经识破了 她所使用的鱼龙蔓延 时间拖得越久 对她同样也越为不利 林雨尽力地躲拐 一直眼前虚虚实实的攻势 同时喘息着说道 我 我提到你身份 你为何反而如此强烈 无非是你的家人和朋友 已经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他们以你为耻了 闭嘴 拓杀更加的怨 连连怒吓 神仲自言 直接引着滚滚天雷 朝着林雨记得过来 但是林雨此时已经 习惯了那天象的假象 所以看到天雷击来 她没有做出丝毫的躲避 任由那树刀天雷劈在自己身上 虽然那些个雷电击打在身上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感受 但最起码疼痛 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而林雨见她说的这些话 能够扰乱拓杀的心智 便继续说道 看来被我猜冲了 像你这种人 活着可真可悲 连家人和朋友都抛弃了你 那你的生命 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让你闭嘴 拓杀近乎嘶吼 怒声大喊 似乎戳中了痛处 更加的疯狂的急冲向林雨 林雨见状嘴角勾了一丝微笑 她知道拓杀越是心神焦躁 本体就越容易暴露 在拓杀冲来的刹那 林雨右手已藏好的银针 十分隐蔽地细数射出 所对准的正是巨大身躯 拓杀的双脚 林雨知道 如果拓杀本体藏身 在这巨大的身躯之中 那么拓杀势必要用双脚走路 所以她的银针只需要攻击 她身体的双脚 就可以探出虚实了 不出她所料 就在她投掷出银针 飞掠到拓杀双脚的刹那 拓杀的身子突然微微一抖 不过也仅仅是一抖而已 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异样 巨大的身躯 还是抓着礁石 朝着林雨的身上 不断地夯杂而来 但是这一抖 对林雨而言已经足够了 找到了 林雨的神色一灵 双眼中迸发出了一股 极盛的光芒 在拓杀向她攻击而来的刹那 她的身子也已经运足了 全部力气朝着拓杀的 左侧小腿冲上去 虽然已经伤道不清 但是迸发出的全力的林雨 还是恐怖无比的 几乎眨眼间 便冲到了拓杀的腿前 同时眼中已经摸出了 一把锋利的匕首 对准拓杀的小腿 狠狠地刺下去 只听扑斥一声 林雨手中的匕首上 立马传来一声 四川皮肉的声响 紧接着林雨 连同拓杀本体一起 重重摔在礁石上 就在这一刹呢 前面黑云压顶啊 风雨雷电啊 火焰岩浆啊 全部都消失不见 只见天气仍旧晴了 大海依旧泛着波涛 而地上礁石也一如往常 只不过很多礁石都已经被残败破碎 在地上洒满了大大小小的 礁石碎块 诉说着这场战斗的惨烈 而林雨身上骑着的 也仍旧是那个体型正常的拓杀 他手中的匕首 还是狠狠地扎在拓杀的肩头 看着骑在自己身上的林雨 拓杀也是惊诧不已 他瞪大了眼睛 无比震惊地瞪着林雨 似乎也没想到林雨可以如此精准地 如此迅速地破掉他的鱼龙满眼 拓杀会长 你的把戏玩到头了 林雨死死地瞪着身下的拓杀 话音一落 狠狠一拳朝着拓杀的脸上砸去 砰的一声 拓杀反应到也迅速 猛地出手 一把包住林雨砸烂的拳头 同时 他另一只手也死死地掐住了林雨拿刀的手腕 不让林雨手中的匕首 再次进一步刺入自己的身体 林雨神情一灵 压关一咬 陡然用力 将自己的拳头 用力地往下压 想关注我更多日常 请进入我的主页 点击圈子 加入一种侃侃的有声世界